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美国长期对世界各国进行无差别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美国的网军司令部去年公然将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列为美国网络攻击的合法目标 这种做法令人担忧 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 我们认为美方不应当毫无根据的指责 或者是出于政治目的抹黑其他国家 而是应当停止对他国的网络攻击